凌晨12点多一群人站在人行道上发生争执大吵大闹 路过的骑士车辆都往那边看 突然红一男子跑到车道上 二煞紧追在后手持着棍棒朝他猛哦 大马路上拉拉扯扯目无王法 原来是黑帮在收保护费 红一男子被害人是一名酒店业干跟经济不同 他主要负责拉客人 不过遭到二煞早上门 一口气就要跟他收每个月5000元的保护费 被害人不肯 二煞就拿辣椒枪还有棍棒攻击他 被害人的头皮手撕裂伤 警方调查 光是在台北市中山区 就至少有四名业干都被威胁过 原警池搜索票扶小初级 率先逮捕二煞背后的大哥 齐田惠副会长张姓男子 坚持台湾在被地方警察署 关合法的防御自由案拘票 但具体到案 如果我搜索票的话 他看起来就想 还有几名二煞悠闲吃早餐 这一回落网的成员都是齐田惠 他们过去跟赡羊展望协会勾结 指挥小弟到捷运站口 指着举箱募款 一年内不乏所得430万 走在前头第一位就是齐田惠会长吴姓男子 而后头张姓男子则是副会长 而齐田惠的前身其实是 我们为什么要开枪商人 竹联邦宝和会和堂在馆长枪击案之后 被警方大局扫荡 有成员另外创立齐字号之会 齐田惠过去的帮派据典都在新店 但是也有部分天堂的成员选择继续在台北市 向酒店收取保护肺为生 保和会成员被扫荡帮众四散又自立门户 但终究在做违法的事 只要扼杀赶犯法远警强势扫荡 对黑帮您容忍 东森新闻 赵一姐 刘家县 台北报道